走在一条美食街上,看着街上琳琅满目的美食,你的口中分泌液逐渐增多,咕咚一声,你也得咽口水,忽然,你发现前方11点钟方向,走来一位帅哥或是美女,惊讶地上了长嘴,不由得看得吃了,口水也从你嘴角流了下来。 流口水,应该是生活中非常普通的表现了,特别是在婴幼儿时期,毕竟是小孩,作业奔迷旺盛,这倒没什么,只不过,若是成人睡觉时还流口水,特别是在午休的时候,那也会有些尴尬。 这流口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睡觉流口水是怎么回事?流口水的现象多近于6个月,3岁的幼儿,因幼儿脱液现在这一时期脱液分泌增加,而口腔又浅,无法调节口内或多的液体,就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,这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,会逐渐消失。 而若伴有其他症状,或成人流口水,就要注意几个小问题,以及疾病因素了,睡觉流口水的原因,一,睡觉姿势,睡觉姿势不当,应该是最常见的导致流口水的原因,如它在桌子上睡,侧卧未睡觉的,因重力原因,假之其他因此导致的口味张开,很容易就出现流口水的现象,对这类情况,调整睡思考即可改善。 二,口腔卫生原因,口腔因温度和湿度的原因,其最适合细菌的繁殖,加之作为进尸口,牙缝牙面液残留食物残渣,以及旁类物质,在这情况刺激下,很容易导致一些口腔疾病,自然也容易出现流口水的情况,有时候应睡前饮食破酸或破烂,也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。 流口水的疾病原因,除了少数的小毛病,有的时候,流口水也并不简单,它也可能是这五类疾病。 一,皮须,中医认为,极竹晕化,在夜未咸,成人单纯的睡觉流口水,有很大原因是皮须造成,因皮须而水是晕化,脏腹难以乳氧,肌肉弹力不足,容易松石,睡觉后就容易张开口,形成口水外流。 这多,与劳累过度,厌食失调,酒病剔虚等有关,干啥时注意健脾异味,可选择红枣,酸药,蜂蜜,蜿丝等饮食,二,心血管疾病,如中风,动脉硬化等,多见于中老年。 若见有突然出现的流口水,趁起照镜子见有口脚弯鞋,头痛等证时,注意中风的可能,若睡觉经常流口水,且无伤症小毛病的话,无论有风口也弯鞋,即是检查,以排出蛋糕。 三,神经功能症,即神经调节障碍,再又要过度,即肚疲劳或是服用某些药物后会出现,为大脑发出错误性号延期,该上时注意休息。 四,口腔炎症,为口腔不注意卫生的进一步发展,炎症可刺激脱液的分泌,引起口腔疼痛导致流口水,一般在炎症治愈后,流口水的情况就会消失。 五,面部疾病,多在面部受凉,吹风或感冒之后,预面谈有很大关系,常见流口也弯鞋的情况,流口水的预防和调理,对于容易流口水的情况,日常应注意血测的调整,需特别注意口腔的卫生,对于癌齿畸形者,注意矫正牙齿,日常是军痕掩饰,注意劳逸结合,警方可引起流口水的疾病的发生, 看开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,智慧的健康知识,帮您识破健康谣言,走出用料务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